內地再度放寬生育政策 一對夫婦可以生三個子女 但有內地學者認為 措施對刺激生育作用有限 而房屋、教育等政策 將要作出調整 有好運報導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 討論內地應對老齡化的人口政策 會議指出要進一步 優化生育政策 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 以及配套支持措施 以應對人口老齡化程度加深 改善人口結構 以及人力資源優勢 內地至1979年以來 實行計劃生育 每個家庭只可以生一名子女 隨著人口老化 2011年開始實施二胎政策 即是夫妻雙方若果都是獨生子女 就可以生育兩名子女 到2015年 就全面開放二胎政策 取消了對父母獨生子女的限制 但分析說 內地消費水平大幅上漲 民眾依然不願意生育 開放三孩的效果成儀 現在還不敢肯定 這會帶來多大的生育率 或者是生育量 這個畢竟二孩的開放 當局要求各級政府要完善生育價和生育保險制度 加強稅收、住房等支持政策 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 而專家就認為 大量現行政策 將會在三孩開放之後作出調整 政策宣布之後在內地引發討論 民眾紛紛苦笑話 一對獨生子女的夫妻 要照顧四個老人家 還要養育三個子女 上班還要996 嘲笑當代年輕人必定短命 認為政府應該推出相應的配套措施 控制各種消費帳幅 降低教育、住房等開支 提升收入水平、減輕生活的壓力 年輕人才會選擇生育 而新華社微博都曾經一度關閉評論區 而被民眾對生育慾望的投票 亦都已經被刪除 有線電視記者由浩雲